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个停车场 4月18日下午发生部分坍塌 造成多人受伤 停车场位于Nassau街和William街之间的 Anne街57号 Anne街这座三层楼房的楼层 在下午4点15分左右倒塌 导致汽车轰然跌落 官方称 截至美东时间下午6点左右 共有6名车库员工被从废墟中救出 其中一人当场被宣布死亡 无人受伤 官方称 死伤者人数仍有可能快速上升 而另一方面 由于建筑结构不稳 消防员已暂时撤离了大楼 纽约市长亚当斯已赶到现场指挥 另外 途经该处附近的纽约市地铁 R3ACJZ等线路 在附近区域已降低行驶速度 倒塌的车库 紧邻佩斯大学的移动大楼 该大楼已全部紧急疏散 该校也已宣布停课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有6个人 有6个人在屋里 在当时的满坡 四个人被送到医院 在保持住 我们有1个人死亡 我们有一个病人禁止医院的医院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 我们在建议的建议会讨论 我们有建议会讨论在建议会 建议会继续崩溃 我们决定要离开我们的建议 我们的工具部份在近 他们很快就在场 季节多变幻 保护家人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 虽然你已经施打过了新冠疫苗 但特别针对Omicron病毒的二价疫苗 却更多了一层的保护 还有孩子的防护也不可以马虎 尽快去接种疫苗 让全家安全更安心 小生医疗中心先提供各类免费新冠疫苗接种 我们在Amante等多个地区均有服务站 详情请咨询626-286-87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